欢迎各位收听的超级宝宝 我是慧仁 今天我们到我们的部队 要讨论我们的 知优生的教养头痛问题 我们都知道说 知优生 你出来如果有一个知优生 然后你想说 慘了我不知道要不要沟通 甚至说我们社会上 对到知优生 有很多的误解跟刻板印象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欢迎 邀请到王毅宗心理师 要来跟我们说 以下的这份误 知优生教养的头痛问题 王毅宗心理师早上 早上各位听众朋友早上 我们说知优生 我们常常说知优 两个理 就有很多不同的定义 有人说我们会有很多 知优生的刻板印象 第一就觉得 他是知优生功课一定很好 专报 还是说这个孩子 他在刻板印象都是第一名第二名 所以他一定是知优生 是 还是说 我们是不是要有保障 有保障 我们专门的保障 让我们小孩 可不可以成为知优生 不计当归播事物 有的想法 想办法来报仇了 是啊 反正就是说 这知优生什么都很厉害 反正他天生就是天才 还是说 有问题一大堆 是 文章文章 所以这也是我们 很多时候在媒体館上 还是说常常传统的家庭里面 很多的刻板印象 所以我们首先就要和王欣理师问我说 什么叫做知优生 是 其实知优生是天生的 他不是可以保障 保障不保障 没办法 没办法 保障才保障知优生 就是没办法 所以有的人 虽然在公口 可能专门 当前的 但是目标是 他就是知优生 不一定 不一定 所以有的知优生 他不只是跟智能 有的知优生是在才艺 有的知优生是在领导 还是说在创造 等等有的学术这方面都有 所以其实这个教育是属于特殊教育服务的对象 我们以前很多人不知道特教 他觉得特教就是说 比如说可能有一些智能 没那么高的人 还是其他叫特教 其实你说那些知优生也是特教的一款 其实特教有两种 一边是支付优异 就是我们一边是身心障碍 比如说是智能 或是说 像小孩有自闭的问题 或是说过程的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房间 很多人要保识 保识优 是怎样考上知优班 保识优异 保识优异 其实这个教育是有的孩子 因为保识保识 结果通过 但是很多都是山菜板 有的是都吃心的 就是因为一般的北部 就觉得我们学生 我们祖父的成绩好 他应该是 但是两回事 那基本是你可以说自优 那可以说自优 但是那不是自优 所以如果我们要用跑百米晚跑 来形容 自优是他们一般的 比如说很认真的练习 还比较平常的人 有什么上面的表现 其实一部分 要看对自优生来说 这白米 那是他擅长的 因为有的自优生 我不要说白米 我其实自优是在弹琴 我的自优是在画画 所以你说你像老子放在走百米 虽然我每天有在练 但是走出来 也是有说很好 对 但是我们今天来说 真是这个赛跑是我擅长的 基本上 与生俱来的 天生的 其实我可能在练习上 当然也是要练习 但是可能就 比较不需要 像别人 这样辛苦 是 所以我们经常来说 所谓的特殊交易 还是资优生的教育 它的目的就是 我们经常说千里马和伯乐 是 这个明明 它是可以成为千里马 但是没有伯乐 能够发掘它 当时说 真的要买乖乖 所以有些海星的教育 里面有很多疑问 很多问题问老师 不然对老师来说 会感觉你有很差 你有点问我 不好意思 我回答不出来 所以有的老师 会感觉你是小孩 过动 冲动 所以我的资优生 其实会被误会 对 我们看到古今中外 很多很伟大的艺术家 很多伟大的发明家 一直都没有在学校上学 大家都觉得 他怪怪的问题 是 是 我们的教育社会怪怪 所以常常说一句话 到底是他们怪 还是我们设施卫生 其实是我们设施卫生 是 所以我们就要请教王欣理师 是 资优生有没有什么样的特质 他的特质 我们可以由七部分来看 第一部分 他的求知欲 他的求知欲 其实他的求知欲 比一般的孩子来说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 我做妖的啦 做妖的 做妖的 所以这部分你会觉得 这个孩子对学文 对知识 对生活周遭的事情 他想要 想要知道 像我小孩的时候 我们母亲说 这个 慧仁一整天 都念在学的团队 老公也学了 漫画书 是 一般都看不完 那我都念在那 我感觉最好生 这先保留啦 先保留 这先保留 这种孩子对自我要求 对世卫要求 其实他的完美要求程度 比一般人的高很多 那贴也贴在这 也贴在这 他自我要求很多 所以他会花很多力气在上面 这是一个 再来就是他的专注力 因为对于知识生来讲 他基本上的专注力 是比一般人更容易投入 那时间可以维持更久一点 对 不是说有的孩子 有什么热度 就幸福了你就没有了 再来就是理解程度 理解程度 因为我的知识生 你老师一讲 他就知道差不多意思 他知道 老师不一定知道 老师不一定 对 老师一讲 我们问老师 老师都 我也不知道 我要查一下 可能也不知道 所以最近对于老师来说 有的人要放下身段 有的人现在对知识生来说 你老师 你不知道 我怎么可以被学生问答 老师跟他老师 所以放下身段 因为大家其实都一部分 对 其实都一部分 因为对他们来说 我又求知 我又要求完美 我又专注 又理解 所以我就要 要发问 问题比较多 太多了 想不到就拿手 我当时他手就没了 直接就 老师 这个问题不是这样 所以有个小孩 会让我透露 就说 我教这班 这二、三十个 不是敢教你一个 你这样聴 不就回去 不在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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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的好发问 有当下 会让我误解 说误解 再来就是敏感 敏感 因为这些小孩 这些小孩的精神 其实是敏感 敏感 关系也是敏感 他觉得很多事情 跟他们有关系 社会社会 很多事情 我都要去关心 情绪波动相对 比较大 比较大 再来就是人技的问题 人技的进行 因为一般对自由生来说 我想要聊的 我想要聊的 我知道 最高的效果 你误解 别人听不懂 不用进国中生 大家在聊动漫 但是你可能对PM2.5 你对生态环境的了解 你想要去说 但是我们说 还是要聊动漫 所以你会觉得 有个小孩 他的频道 那频率没什么修乡 修乡 修乡修乡 所以对 王心理师有说 他有很多的自由生 有七个 这七大特质 那我们一定要全部符合 才叫做自由生 没有 这七大特质是 北部老师提醒一下 有的孩子 可能在这些这些 有这个情形 所以等一下了解 其实对这些孩子的态度 我们就 比较可以合理 没有 大家会觉得 哇 他应该是 应该都厉害 应该都厉害 应该都全包 包起来 哪有什么情绪 没有 想想想想想想 感情 你如果头几名 我跟你说 感情人都会来 不是这样 都没有朋友 我跟你说 哪有可能 所以有一部分 自由生 家长头痛 那是 对付的北部来说 我家里没有自由生 我才在头痛 所以迷失很多 对 所以 那个什么 自由生 他真的有超强的求知欲 这是我自己有经验 因为我们家 不是我 我们这些 他们家有两个 两个自由生 他那些真的问题很多 他讨厌的时候 老师在联络部 他跟老师说 你真的跟大妈一样 老师EQ也很高 因为问题很多 那些老师说 你比较像大妈吧 甚至说 像之前我们爸爸 过往的时候 人家不是说 要抓虎山 是 那些自由生就说 有没有下雨 拿雨伞来干什么 他就很 他不知道说 为什么要拿雨伞 他也不会去 顾虑到说 在这样的一个场合 可能是很树木的 然后他怎么说 为什么要拿雨伞 是 所以 对有些自由生 也有在研究 他可能会被开吹 为什么要抓虎山 那些人就说一堆 对 但是可能不想说 就是正在扮上书 扮告别事 你这先不要说 所以我们家那两个自由生 要抓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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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揮发后 不是要拿虎山 然后他对那个骨骼 骨骼的构造 什么很有效 所以我们这一份 就必须很有耐心的 跟他解释 为什么要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 我就说 自幼生真的有很多 他想到想 就想到想 所以一般社会上 有 小孩 会有 嘲笑 所以就白蜜 自由一个 亚斯伯格一个 是 所以你看 遇到这种状况 刚才我说 我们家那两个自由生 尤其是我们姐姐 和我们姐夫 大概也知道 说怎么样跟他们消除 但是有的人 就看着 那些孩子 要问这个问题 头发就疤了 是 这个时候 你应该做什么 怎么可以讲这种事情 但是我们知道 他们有这种特质 大概就知道 怎么样去引导他 因为他就很想知道 只是他不知道 什么时候 比较合适 所以有个小孩 你只要等一本 台湾习俗 会找到他 哇 他会觉得 吃饭可以吃饭 是 所以我们说 家里 有一个自由生 有时候 你要怀疑 但是有时候 也要很头痛 我们当父母的人 真的要 还是要学习很多的事情 是 所以现在我们 做第二个行程 是王毅中心理师 以下一本 自由生教养的头痛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 继续和心理师来谈 自由生的其他特质 欢迎继续收听 超级宝宝 我是会员 来到我们 葡萄爱讨历 今天要讨一本历 和这自由生教养的头痛问题 我们邀请到 作者王毅中心理师 来说到自由生 刚才说自由生 有很强的 求知的欲望 那当然他也很完美 那有一句话说 什么 专注完美 进乎苛求 是 我这东西多好多好 但是你说自我完美 非常要求 很累 很累 对 对 所以这部分影响到 我们大人的态度 影响到孩子 大人 怎么看 孩子就怎么看 是 所以有个孩子 你今天哭到九十八 有个百分之后 哎呦 你也认真 这题也 这样也错 这样也要错 这么简单 所以都没记事 九十八是要为一颗一颗一颗 那不可以什么事情都一百一百 那有些是一百 一些管制的 客人车跳表 一百开始跳 对很多 爸妈来讲 应该都是一百 应该都是 这不可以 这题人家 不是资优生 都没有错 你是资优生 你真的是资优生 所以这部分 特别是 国小国中 因为国小国中的资优生 他大部分 都在一般的班纸里面 他有一段时间 抽出来 去资优支援班上口 对 所以我的同学看 譬如说你现在去上课 你硬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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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厉害 不然我扣优是这样的 所以有些 孩子会觉得 压力 我之前没有这个身份 可起可好 人家会说我努力 我认真 我今天有这个身份 人家会觉得我应该 但 我们刚才说到 很多人觉得资优生 应该是 不管是 什么都要很好 体力也要好 美术也要好 就让我们电影里面的白马王子 很厉害打球 又长得帅 是 口才又好 什么都好 成绩也好 那才叫资优生 那都迷失 你来做 你来做 你来做资优 没人要做 还要做主角 还做主演 还做编剧 灯光还要带你来 音乐还要带你来 行销还要带你来 行销还要带你来 那都没来 对 所以有时候 人家迷失说 你什么都可以 你家长可能会觉得说 对啊 你这样 可能就人家 搞不好那同才来说 嗯 资优生 我靠也靠平 很生的 说得很生的 你资优 对 我又高级资优 有的孩子也听不下去 对 如果遇到这种状况 所以 台独 我们老师 北部的台独 看这段孩子 你的台独 如果 适当 适切 孩子就合理 另外一个 对 刚才老师有说 自由生态有很 非常强的专注力 嗯 做些东西 他就很专注 肩膀也不会摇 一直做 对 对 专注力好 是好事 嗯 但是现在一部分就是说 你专注力好在这 如果有 有很多事情你爱做 嗯 其实你不是要做 不要去影响到 其他爱做的 我正是跟你在说话 你也稍微停下 嗯 我知道如果你打断 但是你也稍微停下 稍微看一看 你的专注力也不要专注在一部分 像有的孩子 像亚斯伯克症的孩子 就专注在一部分 比如对昆虫有兴趣 或者对捷运有兴趣 其他我都外 这就比较不好 嗯 嗯 王老师你跟我说 他们还有很超细腻的理解力 是 嗯 这个部分又是什么 所以 因为对他们来说 知识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知识是没有标准答案 对他们来说 他们没有框架 所以他们对事情 比如说你做很久 诶 里面有几个字不对 他就应该对了 他这段时间 他就开始跟你讨论 开始跟你解释 嗯 所以对于有的老师来说 我告诉你一小孩 并并并一个月 很麻烦 并并一个月 你这样 哦 但是问题很多 不然你去报仕 你去报仕 对于有的老师来说 遇到对手 嗯 而且是还蛮厉害的对手 哦 因为他变成我之前跟三年 你问的问题 这应该是五、六年的事情 对了 所以很累 你不要问 你到六年级的会问就好了 对 所以有的老师 一般的老师会觉得 不然你去自由班 你叫自由志愿班 那有老师 你教 你如果这么厉害 不然你自己看 所以有的 那些普通班 他就是自己在那裡 哦 但是如果是这样 你说 那个孩子 他的理解力很强 他的知识库 也很强 但是他的比如说 那些经验值 都不够 要怎么弄 所以这部 我们要六百姆提醒 不要锦上添花 因为孩子的生命经验很重要 对 你的知识 其实是要放一些生命经验 照不够 让他继续发光发亮 所以 可以 有时间 让孩子多跟人接触 多到外面去探索 多了解社会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 不管他是求自愈很强 然后很完美 很专注 理解力很强 硬硬硬 可是有时候 你说 他的知识库很丰富 但是经验值很低 但是如果 又是很专注的时候 他面对很复杂的人性 跟那些人际关系 哇 这部分 他就很累了 对啊 就很累了 所以这部分有什么 有的自由生 他在处理感情 比如说 我们来说 数学不能放在那裡 他就放在那裡 等我 一段时间来 我来处理 这个月来处理 感情 人际不是这样 很复杂的 很复杂的 所以这部分就变成 我们的父母 有把时间 心思 用在孩子的人际 所以 你说他们很敏感的 这些情绪 这些人际 那除了这些部分 你说 我们爸爸妈妈 要不要去上补习班 要不要学习一下 怎么样来跟自由生相处 是 其实 对爸爸妈妈来说 但有的爸爸妈妈 有一些挫折 我们学生做好 怕自由 我们也没有自由 我们看的没有自由 但是常常 六伯母说 我们虽然没有自由 但是我们有智慧 智慧 我们有智慧型手机 我们也是有智慧 因为 怎么说 我们比孩子早出道 20-30年 社会经验都有 所以变成这部分 爸爸妈妈是需要了解 需要了解 我们眼前的孩子 他到底是什么样 他的特质到底是怎样 我们可以跟他 如何去互动 相处 所以其实有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资优生 我们在报纸 或是新闻 常常有时候看到 这个人 他是一路跳级 然后资优生 其实未来他选择自杀 有时候都会看到这个 压力很大 因为我们忽略一个部分 就是虽然他的能力 比如说他的学士能力 他跳 但是他的身材 他的身高 他的年纪 他的经验 其实也挺在那裡 所以忽略了 他的同才 同才 所以跳 有一个部分 要看的是 我们大人 要跳 跳 跳 我们大人觉得很爽 还是孩子的需求 对 孩子的需求 也许就可以考虑 但是我们这部分 要去留意 因为今儿子跳级 我今儿子跳 我到大学 我到高中 我在班上 我年纪可能很小 我的身材 身高 因为毕竟年纪小 我的压力 这部分都在考虑 比如说他的整个社会的经验 可能也没有人 是 所以 孩子贴就是说 你的知识很高 你经验很低 这落差 其实就很多冲突 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说 有的家人说 我看到一个自由生 两个自由生 我们很欢迎 那些红榜蛋 对 对 对 这样子的父母亲的期待 会不会给孩子很大的压抑 所以有一部分 我们要想来 我们是在欢迎 对 我们是在欢迎 因为你要回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社会会不会对这种 有一个高度期待 你就是自幽包办 你已经建宗台大 自幽已经包办北女 已经包办台大 是 所以要看北部 如何看自幽 算这部分 如果是这样子 那北部看待自幽 我们刚才老师也有提到 这个自幽有很多种不同面向 你可能说 对数学物理 对美术 对体育 对什么每个项目都不一样 因为我们说实在 每一个人 你的天赋 某一些东西 凡加加减减 有的高有的低 说实在 这个社会很公平 你这部分比较高 其他的地方就比较低 一定是这样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那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 那他同才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让他教育 说实在不是北部教育 知幽生也要让他理解 也不是 大家要知道 这个北部老师 很多都看报表 都看你的成绩 看你的国英数设置 你的分数多大 看你两天一个月 还可以跳22k以上 都看数字 所以有的孩子 如果说在画画 你画这边做什么 让你设置 他觉得画画 不好 都谈情 不好 你所爱 所以变成很多机会 都没了 有的孩子想要画 不然他就会懂 这就可惜了 最好你后面 都设一行 做医生 这样最好 这问题就都在这 是 所以 老师有时候就说 知幽生 当然不是全部都会 然后老师说 让天赋自由 破解迷思 开始 这很重要 是 是 因为你会觉得 因为你会觉得 为我们老师的感情 我们很多迷思在这 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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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孩子很疼的 你应该 你应该 什么都没问题 是 这个包袱下来 孩子就喘不过气了 另外一个 老师有说 很多人讲说 知幽生真的 那么在意输赢吗 应该是我们社会 在意输赢 社会跟教授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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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老师 如何排行 如何比名次 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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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当吃吃 你会觉得 我们的整个氛围 都在凸显 凸显 所以不知不觉 孩子也会觉得 一分差过来名次 所以有时候想 差一分 人生到底差在哪里 但学校可能有差 但是对于 有时候会仔细想 你现在差一分 也许下一波 你可能又赢2分 基本上就都在波动 主要还有一点 要比什么 你要比数学 但是语言比你好 你语言比我好 我身材比你好 你身材比我年代比你好 你年代比我好 我家世比你好 所以比不完 对比不完 但是我们大人要比 一般大人都是比 我们没有的 有的是炫耀我们有的 再来就是 会跟孩子要求 那没有的 你尽量再花 如果考数学 一百 我们也要一百 英文一百 你才英文也要一百 但是我们不会去这点 这些孩子是要 发图 要谈情 对 所以我们资幽 这个部分 我们家庭 社会最爱有一个认知 资幽生不是什么都厉害 英文 数学习 国文 历史社会公民 三民主义 我们都说没有了 不是这样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应该要理解 让天赋自由 从破解迷失开始 是 好 我们现在还要做第一个行动 是王一中心理师 要跟我们说 资幽生教养的头痛问题 我们先去看看 继续和心理师来谈 还有其他什么问题 欢迎继续去听 超级爸爸 我是会人 现在还要做第二个行动 是王一中心理师 要跟我们说 资幽生教养的头痛问题 老实单独说 资幽生有时候 因为他很专注 所以他对于人际关系 那个部分有时候 可能比较不注意 是 那我们看到 曾经看过有一些报导 这资幽生 回去他们老婆 老婆完结 为什么老婆老婆他派 你这明明你都会 你有什么 他照理来说 你要扣100分 你扣70分而已 他就避问他 避问他 避问他到最后 他才讲说 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说 我都扣100分 我同学都扣70分 我现在差别很大 问题我想要交的朋友 他都大概70分而已 所以我的孩子 他自己自费武功 自己的降低标准 去寻求认同 既就我们这天的味道比较香 所以 这点我们要变北部 要了解 小孩在学校 他不是常常一个人 常常说 一个人 等一个人 还没喝咖啡 大家都在喝咖啡 大家在等待 搞不好 那是怪胎 是 我很想要 过去跟你说话 那是100分的 100分起床 所以有的孩子 他干脆 我就不表现了 我就放弃了 因为分数在意是你在意 但是对我来说 朋友 朋友看这重要 老师你刚才说 有些知优生 比如说他在人际关系 不知道要怎么处理 甚至会被利用 是 所以有的孩子 是这样 人会看到 哎呦你厉害 帮我 帮我操 帮我下 我对他来说很简单 很简单 做一个 好了你接了 你这个案子直接 再来 够多久 要听说 听说 你又有个盗杀工 你又有个盗杀工 你是朋友 朋友就来 所以有的 又操了 所以一传十 十传百 被人说 很多支援生 要做家庭代工 很累 很累 还没利益胸 还没薪水 很累 做这个很累 所以如果是这个部分 我们说实在 我们要怎么样协助 我们说实在 千里也要走 其实他在这个部分很厉害 但是他 有一些其他的学分 也是要学 要去学 我们要怎么样协助他 在人际关系 这个部分 能够达到一个平衡 所以要了解 我们的孩子的人际需求 就是在对待 有的孩子是这样 我的人际 人数 所以有孩子是拼联数 看你 几个朋友 可以穿到五千就五千 要五千都是每天去忙 忙 有的孩子 他是 我不需要那么多 我要资新的朋友 我就是要整个 有的是这样 我就是爱他 我就是爱这个人 我就是想要交这个朋友 可以啦 你可以做朋友 但是 你跟我这个朋友 但是好一百的朋友 所以时间分配下来 也是百分之有利而已 所以 第一点就是说 需求在哪里 我们的孩子需求在哪里 我们现在的孩子 他人际遇到的状况是什么 是被排挤 或是人际疏离 或是当作空气 或是说 有的就是挑衅你 或是常常跟你赤衝突 那我们霸凌也是有 霸凌 有的就是有些霸凌来 有的就像公威嘛 你自由 自由 好 一句 两句 三句 你会发现 孩子没要站好 是 是 但是有的家人说 不要紧张你不要插蜜 反正没关系 你不要理他 以后你就知道 不要 他们连工作都找不到 不要说以后 今天就不知道要怎么过 对 其实这句 对我们老婆来说 因为有的老婆觉得 没有那么重要 你想太多了 找得好就好 你找得好 以后你在做什么的时候 他不知道到哪里去 不用担心他 所以有的孩子 越厉害越厉害 越厉害越厉害 好啊 越厉害越厉害 那朋友都不来 如果真的是这样 原本是一个 我们生到一个 自由生 要好好地 培养他的能力 对这个社会有贡献 现在你变成 你如果不知道 要怎么样教养他 变成这样 变成这样 这是一个问题 比如有的孩子 需要利用 你的智慧既然这么好 我就帮一个忙 所以对北部来说 我了解我的孩子的需求 他在学校的一些情形是什么 再来就是经验 我们一个时间内有多少经验 不能让孩子和白人相处 所以今天 你们家的学生会说 妈妈 我今天要跟他去打篮球 打篮球 我要骑鞋鞋 放手啦 对 放手 不要啦 给他打篮球很危险 把他打篮球 打篮球说到 你自由的头脑 放不去保险 这个就比较不好啦 对 所以我们就说 自由生 会不会否定自己 会啊 会啊 因为有时候 当别人 对你的期待很高 我怎么看都看不到 再来做一点 高中 因为高中的自由生 是集中 集中自由班 所以我一定要 国小国中成绩在原班 可能在头前 一到高中 发现 精英都在这边 所以可能 成绩就掉下来了 所以 对我的高中生 会觉得 我是自由生吗 我为什么自由生 其他人 成绩都那么好 我的成绩变成 如果再加上 人在陷 人在质疑 你自由 真假 你对他自由 一句一句来 孩子当然就看不到自己了 所以有时候就是 北部可以 可以看到他有的 看到那个过程 这个有的 绝对不是只是客业 如果真的 我们回到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天赋有很多种 如果我们又让天赋自由 你没有破解那个迷失 所以人们都觉得 你是自由生 你这个部分怎么很寒 这么简单的东西 都不能同手同脚 你敢自由 那其实 会不会 那个孩子 明明我是自由 反而变自卑 会 有的 讲到最后 他就 有的就 否定了 你只想说 做不来做不来做不来 我就做不来 不要叫我翻根斗 我连泡白米都不行 我就否定 体育口就没想 因为人们会觉得 数学好 国语好 你走啊 你走啊 你走看看 我都没走 你大家都笑我 不走 我都没走 所以 对孩子来说 别人对他的看法 因为很敏感 再来就放大 而且放大 如果再加上爸妈 老师 又不太懂 当然我就越来越否定自己 所以老师 你刚才说 因为有时候 知幼生他伴随的是 有一些学习障碍 为什么会有这种状态 我的孩子 应该是这样说 我的知幼生 会伴随学习障碍 我的知幼生 会另外伴随 比如说 过冬 就是想ADHD 过冬的孩子 我的知幼生 会另外伴随 比如说亚斯福克症 所以这部分就是说 因为对孩子来说 你今天觉得 去古怪 你看到脚脚 如果有事情 都会不会来 成绩都一直上不来 像有的孩子是阅读障碍 你课文打开 字有什么看都不可以 但是你用讲的 我可以 我用听的 我可以 我的孩子是书写障碍 我找不到 但是你叫我讲一篇文章 我可以说 做完整的 组织内容都好 不然就教我打字 所以这点 要父母跟老师 要去试着去了解 不然有的知幼生 如果再加上学习障碍 很挫折的 很挫折 就是我就像钓到谷里面 大家也不知道我怎么 我都不知道 所以有的到后来 整个就放弃掉了 所以我们看到科匹 台北市長科匹 因为亚斯波克 他智商也很高 所以他的一些行为 我们会觉得 市長怎么怪怪 但是回到刚才那句话 到底是怪 还是测试卫生 对 对 因为一顿自幼生来说 可能 人的都是基本款 基本款 所以有点人跟人 真是不好比 比不了 所以我们常常说 常常说 成功 什么是成功 这点 因为一般 成功都是 看外在的 看你开什么车 你住 你今天一个月 躺多少 你的高票多少 都有的是你的学历 对 所以 有时候 有人会觉得 竞争力 成功 什么叫做竞争力 我一回 我妈妈就问 王老师 带小孩去宜蘭 搬到宜蘭 你会不会担心 孩子的竞争力 绿域城市 清白 沙亭 宜蘭 争车 你有竞争力 当然 宜蘭不是争车 宜蘭有很多争车 这是宜蘭吸引的地方 我当时就直接问 妈妈一句话 什么叫竞争力 对我来说 竞争力 你的学科 你的国语数学 英文 这个是基本的 对我来说的竞争力 就是 一个孩子对土地的认同感 成长土地的认同感 这点宜蘭 真是没话说 一个孩子 对于周遭事物的关心关注 还有你的情绪管理 你的挫折忍受力 还有你的人际 点点这 这都是竞争力 嗯 我们今天 看的科业 对 你会觉得 你今天是明星学校 对 你报 也是国语数设置 王老师 如果 有家长跟他说 王老师 你搬去宜蘭 万人 你认为你的孩子 要政产 在宜蘭的政产 但是 我们在台湾 有很多竞争力 我们靠到台湾 在高科技公司 早早40回就退休 我们今天在宜蘭买一堆 去一个豪华农森 最好色的就是 你 躺了这么多 再来要怎么 你就是要来宜蘭出头 不好意思 我每天在宜蘭出头 你说你头前 你今天住的地堡 头前有林蔭大道 不好意思 我们一个南洋平原 所以我常常好奇 在高架桥旁边的家 是跪在桌 很差 很差 所以 有一点就是 你说退休 不好意思 我每天都过 退休生活 认真生活 所以 常常 比如说 跟拜六 要拜 很多人来宜蘭出头 我常常来宜蘭出头 你看 以前爸爸选择 你看 多对 宜蘭多好 每个人都要来 他们都很辛苦 因为 雪山山脉一边 大家都很辛苦 就是为了 辛苦 就是为了来宜蘭 享受一下 甜美的生活 你看 每天都可以享受甜美的生活 是 所以说要比较什么 其实很难说 不然 有一点就说 宜蘭小孩 宜蘭长大的孩子 对土地的认同感 这很重要 他的生命力 所以我常常看 落雨天 宜蘭 乘搭车 撑着雨伞 厉害 我想到外面 很漂亮 我还看到两个高中生 乘搭车 乘搭车 撑一把雨伞 你看那感情多好 但是有个小孩 都市的小孩 有个小孩 不见天日 一串 由家的地下停车场 到后 送到学校地下停车场 坐捷运也是在地下 不然就是 部试班 安心班 看到太阳的机会 很久 所以 要看每个人对 行公的定义 行公的定义 所以你看父母亲的观念 跟态度 对我们织优生 到底他能不能够 对他的生命有帮助 对国家有帮助 这很重要 我们现在我们最会的 很重要的是 王一中心理师 我们先休闲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各位收听 超级宝宝 我是会人 现在我们最会的 这个很重要的是 王一中心理师 要跟我们说 织优生教养的头痛问题 是 那种织优生 很多家长 可能就对所谓的织优 不够理解了 尤其 说起来 那个还有 谈到观念 我以前小的时候 有时候国小 国中都会演戏 可是很奇怪 每个人都想要演什么 演王子 公主 大侠 然后没有人要演 那个被杀死的坏人 尤其是 坏人没人要演 你连坏人都不愿意演 更不用说 你要演一棵树 演一根电线杆 演动物 我怎么可以演动物 没有人 但是演戏里面 我们都知道 没有戏里面 只有王子跟公主 也没有弄 只有大侠 没有坏人 没有其他人 我们经常说 红花跟绿叶 因为一般人都希望被看见 所以有的 基本上你只演 就是一枪毙命 你再死了 有的我都抢镜头 你快的 抢镜头抢这么多 但是他多少希望有些镜头 对 整百人 大家都倒在那裡 最后 最后一个倒 倒了又起来的 所以就被看见 我每次有一个经验 我们家姐姐 我们家哥哥 这位姐姐是国一 哥哥是小五 还有一个小孩 是小一 所以我经常说 三毫米 三毫米 我们家姐姐跟哥哥 他们的好时参加国乐团 国乐团 我们家姐姐是练习的 是台声 就是一台很大台 要为你的面都抢 放在整个舞台最后面 所以在表演 基本上看不到你 有的小孩 比如我哥哥是大提琴 所以大提琴 一般的小孩就要坐头前 所以我一天就问姐姐 姐姐你坐在后面 你的想法 你有没有希望被看见 因为一般的小孩 他希望被看见 让你抢起来我就坐光光 我就希望被看见 可是对姐姐来讲 他觉得他就是喜欢 投入在这个团体的氛围里面 他就是演奏好 他这部分 所以有没有被看见 不重要 而是大家都被看见 有些孩子 但你如果属于需要被看见的 今天如果你的角色是主角 你的角色是坐在前面的 但你就扮演好这个 大家都认得对 所以变成大人的态度 有一天 你做的孩子 如果他要演奏的是后面 可以 坐头前 我们连的都要坐头前 我们要独奏 不是这样 说到这个表演 大家很习惯都要当主角 没有人要当配角 红花绿叶 我曾经去采访过 台北市吉林国小 他们有一个叫黑光剧 就穿黑衣 在厚的地方都拿着荧光 有没有 荧光的东西在那摆 在那照 然后他们整身都黑的面 也是黑的 戴面具 光线照下去 就只看到有荧光 很多 爸爸妈妈就说 你的表演 我怎么看你的表演 他看表演说 夭壮 我年轻的女孩在哪裡 看都没有 那录音落回去之后 他就问你年轻的 你到底在哪里 我就是在左边右边 拿一个什么图案 后面那个 爸爸妈妈就说 你演的这个感觉 都没看到 没有 这就是人工演的 爸爸 我在这 我在这 那就是败了 所以这个黑光剧 我曾经过 他就问个指导老师 他说 那为什么 那个学生还乐此不疲 他就说 在黑光里面 你要合适的是什么 合适的是说 你团队合作 是 然后还加上说 有时候你不要当作 你在黑黑里面 做什么事情 人家看不到 因为你做错事情 你那量的地方 还是看得到 是 所以这对学生来讲 没有主从之分 没有主配角 这也是对他们来说 是很重要的生命教育 很重要的学习 所以我们大人 比如说北部 如果都一定要孩子 当男主角 好啦 一般三十个都男主角 是 到底是什么 本来的配角变主角 所以这点来看 主角也好 配角也好 演得好 这就跟美秀节一样 其实你的配角都变主角了 对 所以我们再回到自由生 我当初 可能比如说 他明明自由生 他还讲说 你成绩怎么变坏了 然后他被打击了 然后自我否定了 如果今天有一个自由生的 我们的孩子说 他会说 爸 我不要再念自由生班 我不要一点 他说他要退出的时候 是 家长该怎么办 所以我们要了解 为什么孩子要退出 我应该觉得 科学压力太大 有的孩子的压力 有些孩子会比较 看人就会比较目中无人 会觉得那种比较 他觉得那个气氛 他不要 有的孩子会说 我读自由班 好像感觉有点跟人家有距离 所以要了解那个原因 高中比较常见 他高中比较常见就是课业 课业 课业变成全班 然后让以前 我可能本来真的是在前面的 一集中之后 我可能就消掉了 对 所以这个可能要了解 听听看孩子的想法 只说有的朋友说 不然还认识 大家也认真 至少你在那边也认真 可是就忽略掉孩子的感受 都差别 孩子没有跟你讲 你来讨 你来讨 这样是继续讨 你也不可以 如果这个孩子很沮丧 他说我真的没有讨自由班 有的朋友说 好了 如果没有这样 对北部来说 当然应该是这样说 就是 对孩子好不容易考上来 爸妈当然有得想办法 逃避虽可耻 但有用 这节目的日剧 流行 最后还是面对 最后还是面对 可是我是一个孩子 我本来想逃避 但是 今天你真的叫我面对 但是面对压力又很大 我受不了 我受不了 有的孩子 我现在就换 我就不读自由班了 我就到一班班级 但是我还是可以维持我的学习 维持我的生活 维持我的人际 我可能过得 我还是比较自在 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个想法 对北部来说 自由班 取得自由这个身份 到底是要做什么 有的孩子 他本来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 他取得这个身份 我们可以更了解他 更知道他的需求在哪里 这样的话 对他来讲 就比较能够 适度的 因材施教 是的 我们最怕是怕北部 说 我老有自由生是在那里 是 考上自由班 不行 你不在乱 到时候我会很建设 今天妈妈都来 朋友说 我每天在讨论 校园都有在说 很多校园都有在说 我脸书都有在讨论 现在我是要做 就下不了台 所以对有的家长 其实我们有时候会去想 知优生的三个字 对你来讲 是什么感觉 是虚荣心 还是说 让我了解 我孩子实际的状况 所以王老师有说 一个很重要的 重新认识 什么叫领先群 是 你说贏 是要贏什么 对 你是想要割业贏 譬如说 你割业贏 我真割不好 但我待会 结束的时候 我的朋友会安慰我 你考好 你也是一个人 你一个人走在东化南路 我自己一群人 我在巴德路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说 要比什么 对要比什么 我们有时候说 你到底要比什么 你在想什么 你在求什么 而且 大家优先顺序 重要的 到底是什么 对孩子来说 他真的很重要 所以有个孩子 他觉得 我的重要可能是人际 我的重要可能是知识 我的重要可能是 关系的陪伴 所以 这部分对家长来讲 尽可能 比较合理的来看待 孩子的知识学是重要 人际重要 感情情感等等 情绪挫折 这个都很重要 但是老师 我还是要问 最后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就说 因为知识生 比如说他的特质里面 比如说 他对那些生活经验 生命经验 可能比较欠缺 如果 那个知识生 现在他很沮丧 非常欠缺 然后你跟他说 然后跟爸爸妈妈讲说 你说 我吃个人 比你吃个人 比你吃个人 比你更多 你要听我的 我这样是为你好 你一句不要听 记记 自识生是这样 你今天有机会来教 有机会跟他分享引导 那会很快 会很快 比如说你今天有机会 让他了解 人际 要怎么相处 情绪要怎么处理 他们的速度很快 主要是怕我们没有 我们没去碰这件事情而已 所以我经常说一句 孩子 那处理之忧 不表示情绪管理之忧 不过你情绪管理也不好 你处理都不处 所以老师 你刚才说 在这本社 有说 要成为孩子的博乐 这个说 那讲很简单 要做呢 所以 要了解 而且很简单 眼前的孩子 我们才说多久 我们才说多久 常常看社会新闻 常常会看到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我的孩子那么乖那么优秀 怎么可能会这样 可是我有时候好想问 爸爸 妈妈 老师 他是不是乖 除了优秀 你还知道他多少 你的孩子 他到底怎么想 他的想法是比较灰灰的 还是比较亮亮的 他的情绪到底怎么反应 遇到挫折到底怎么反应 他的好人际 他的感情 他的优势 他真正想做的想法是什么 我们说实在 很多白目说不出来 所以变成说我们有时候 看都可以看到表面在这 如果没有办法了解 我眼前这个孩子 我真的要当伯乐 很难 所以 会看爸爸妈妈 愿不愿意 陪伴他孩子 另外一个部分 很多人 为什么会去补习 要考自幼班 也在想说 他自己认为说 我的孩子是自幼生 如果我不让他去上自幼班 那我是不是让他丧失掉的 一个发光发热的机会 所以如果要让他去补习 那是不是变成亚苗助长 家庭也是有助的 这个自幼生 其实还有一种现象 就是说 你已经是自幼生 你也上自幼班 有的也是在补习 主要是我们的教育很现实 就变成说 有的他还是要你那个分数 所以自幼跟自幼 这个是要分开的 自幼跟自幼 是不需要什么 成绩好 不等同于都是自幼生 自幼生也不等同于成绩好 所以要回到一个点 就是说 对爸妈来讲 补习这件事情 是孩子需要 还是我想要 还是说 不合理的认为 只要一补就是会好 有的孩子是有那个需要 他有那个需要 甚至有的孩子主动 意大利主动 他想要加强 这个就顺水推舟 可是如果说今天 有时候是 我们想要让孩子 成为自幼生 去给他补习 其实如果这样 倒是建议爸妈 不要想 不要这么想 所以王老师有跟我们说 如果家里有自幼生 真的不要亚苗助长 否则搞不好 就让这个星星被淹没了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 王一中心理师 来跟我们说 只有生教养的头痛问题 那当然如果有更多里面的 你可以去看这些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王一中心理师 多谢 多谢 我们下期的时间 再会